电台要选出一对最恩爱的夫妻 对比后 有三对夫妻入围 评委叫第一对夫妻说说 他俩是如何恩爱的 妻子说 前几年他全身瘫痪了 医生说 他站起来的可能性很小 别人都觉得 他的丈夫会跟他离婚 他也想过要自杀 但丈夫一直鼓励他 为他不知找了多少家医院 并且几年如一日地照顾他 从不抱怨 在丈夫的爱护和努力下 他终于又站了起来 他的故事十分感人 评委们听了都很感动 随后进来的是第二对夫妻 他俩说 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中 他们从来没为任何事红过脸 吵过架 一直相亲相爱 相敬如宾 评委们听了 暗暗点头 轮到第三对夫妻了 却很长时间不见人 评委们等得有些不耐烦 就走出来看个究竟 只见第三对夫妻 仍然坐在门口 男人的头 靠在女人的肩膀上 睡着了 一个评委 要上前 喊醒那个男的 女的 却伸出手指 做了个小声的动作 然后 小心地 从包里 拿出纸 笔 用左手 歪歪扭扭 写下一行字 递给评委 而他的右肩 一直让丈夫的脑袋靠着 评委们 看那纸条上面写着 别出声 他昨晚没睡好 一个评委提起笔 在后面 续写了一句话 但是女士 我们得听你们 夫妻俩的叙述啊 女人又写 那我们就不参加了 大家很吃惊 这个女人 为了不影响丈夫睡觉 居然放弃这次机会 但评委们 还是决定 先不催他们 而是再等待一段时间 过了一会儿 男人醒了 评委们问他 怎么那么累 男人不好意思地笑笑说 我家住一楼 蚊子多 昨晚半夜 我被蚊子叮醒了 我怕我老婆 再被吵醒 所以后半夜 就在为他擀蚊子 最后的结果是 电台增加了两项奖项 将第一对夫妻评委 患难与共夫妻 将第二对夫妻评为 相敬如宾夫妻 而真正的最恩爱夫妻奖 却给了第三对夫妻 对夫妻评伴